话语时期 他的一生 完美了我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大家好 赞美主是话语的时候 现实的时候 今天是7月1日 星期一 欢迎大家和我一起来阅读 来自克雷斯·欧亚克罗姆牧师的 《每日灵修 话语的时机》 今天的信息题为 基督的真正意义 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三十至三十一节里说到 耶稣在他的门徒们面前 另外行了许多迹象 没有记在这书上 但记这些事 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 神的儿子 我们刚刚读到的这段话 指出了一件绝对引人注目的事 他说 在圣经中记载的耶稣所行的特定神迹 有一个单义的目的 让人相信耶稣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耶稣是基督 这句话 所表达的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基督一词是从希腊语翻译成英语的 他并不能恰当地表达犹太人所理解的弥赛亚 这是能够理解的 因为希腊人并没有国度的信息 因此犹太人知道 基督一词的含义远不止是受高者 他实际上是指肉身中的神 许多人对这一说法不以为然 但他们却因此杀害了耶稣 耶稣自称是神的儿子 这意味着他是神在肉身中的彰显 他是对的 这就是基督的意义 在马可福音第十四章六十至六十四节中 耶稣在大祭司该亚法面前受神时 许多假证人站出来指控耶稣 但他们的争词并不一致 最后大祭司直接问耶稣 你是基督 那有福者的儿子吗 马可福音第十四章六十一节 耶稣回答说 我是 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手边 在天上的云中到来 马可福音第十四章六十二节 大祭司勃然大怒 撕裂了他的衣服 控告耶稣亵渎神 结果耶稣被判处死刑 他们控告他抢劫罪 也就是说抢夺了神的位置 他们说 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 是为你说亵渎的话 又为你是个人 凡将自己当作神 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三十三节 但圣经说 他本有神的形象 认为是与神同等 并不是强夺 菲利比书第二章第六节 英王请定本之一 因为他本身就是神 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说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匆匆满满的有恩典 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耀 正是父独生子的荣耀 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十六节说 就是神在肉体中彰显 在圣灵里称义 被众天使看见 被传讲给外邦人 在世界中被信靠 被接到荣耀里 这就是耶稣那位基督 哈利路亚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祷告吧 亲爱的主耶稣 你就是基督 是神在肉身中的彰显 在圣灵里被称义 被众天使看见 被传讲给外邦人 被世人相信 被接到荣耀里 也即将在你荣耀的再来时显现 你的圣灵在我的圣灵中被高举 在万民中被宣扬为 唯一的真神 阿们 如何想更了解今天的信息 我们鼓励大家 参考以下的经文 路加福音第九章十八至二十节 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十三至十六节 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一至三节 一年读经计划 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二十二至三十五节 伊斯帖记第五章至第七章 两年读经计划 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十至三十三节 伊赛亚书第二十章 哈利路亚赞美主 这本每日领修 话语的实际 现在已经有八千一百二十三种语言译本 荣耀归于神 如果你有兴趣与我们合作 在这最后的日子里将福音传到地级 请通过这个电子邮件 与我们联系吧 亲爱的 我们相信你已经从这本书得了祝福 我们邀请你 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 请祷告 耶稣基督 就是我生命的主 接着祂 并祂的圣名 我重生了 拥有永生 主我感谢你 拯救了我的灵魂 现在我是神的儿女了 哈利路亚 恭喜你 现在你是神的儿女了 我们邀请你 接着每天领受神的道 全年享受神荣耀的同在和胜利 我们爱你们 神祝福你们 请通过以下方式 以我们联系吧 祝大家一个美好的一天 我们明天再见